这一段以牡丹为主题的舞蹈实在是太美了 去年国庆日的演出舞蹈 风向舞蹈团今年稍作改编 暑假前进德国荷兰参加国际艺术节 第一次成员大概有38位 里面包含了有8位的国内顶尖师大 还有台艺的高手国乐高手即将跟我一起出访 而这一次成员最大特色都来自于我们风向舞蹈团 最顶尖的师资还有学生一起出访 那我们这一次演出的内容呢 包含了台湾的民谣歌曲台语歌曲 还有原住民的风格 以及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去年参加了国庆日的演出 花开富贵 我们也即将带到德国跟荷兰 让每一个国家的好朋友都能够欣赏到我们美丽的演出 国乐团及多位舞蹈老师也随团演出 加上多种不同风格的舞蹈 要让外国人看见台湾的舞蹈之美 我们是费了蛮大的一个苦心 那整个去做编排这个舞蹈 那我们团员们都很认真练习了大概将近四个月 继去年在美国西雅图参加金鱼节加年华会游行获得总冠军之后 今年暑假前进欧洲参加国际艺术节 老师学生们马不停蹄 要让台湾风向舞蹈在国外发光发热 也让学生接触多元艺术 不同文化 充实暑假生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